今天是2月2号 我们又来到了火车山医院建设工地的这个现场 现在医院内部 它这个房间里面是什么样子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们看到现在病房里面已经装好了病床 一些医疗器械 这是卫生间 洗浴的地方 洗手 然后做便器 热水器 还有通风系统 这现在已经通电了吗 里面电通了吗 已经试过了 现在就是把它整体接上去就可以了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的情况 工人们也在抓紧的调试 我们刚刚了解呢 这个地方是火车山医院的一个医疗后材的仓库 我们进去看一看 我们看到这里面的这些后材啊 已经很可观了 数量 像咱们这后材主要是哪些那个门类啊 临床护理类的 都是护理类的 一样书业类啊 然后加上一些注射类 还有防护类啊 比如说帽子啊 口罩啊 医生帽啊 这边后面都是这种 这个是你们所谓的 哦 哦